这是我们从茶宇到上茶宇,下茶宇镇 故族当中,在这里有一个清水河风景区 我们来看看这个清水河 哇,这个河水非常的神奇 一边是绿水,绿如蓝,那边水是黄的 哇,这么神奇 看看 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优美 不需止行啊 远处山南起伏,云霧苗了 哇,现在我们来到了 这个位于下茶于西部的一个邓巴竹林的一个小村 进了村以后呢,我们看到这边 这个家里院子里面啊 他们都会竖起一边国旗 每天都会升起 从这一点呢,就体现出他们的爱国之心 燕子里传出了那个孩子的伴孝生 他们过的生活跟世外桃源一样 真幸福 很想进去看一下 就怕打扰了他们 我们来隔着墙看看 你看,这孩子玩得高兴啊 走进这个小村子啊 给我的感觉就是家家父父 都有那一面国旗 你看看,每个院子 都有一面国旗 这里呢,现在在进行那个 村镇的那个 公共设施的一个 改造吧 所以路都,很多路都挖开了 安装设立那个鸡排水系统 所以显得有点乱 现在我们来到了 这个沙群城的 村委会所在地 我们看到 这里有一个登人的民俗文化的介绍 这里介绍呢 是我国的登人呢 主要就是在宁治地区 柴鱼县境地 总计是一千三百人 虽然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但没有文字 所以至今常未经过国家 事必必定是批准成为 一个民主 目前呢,赞成他们为登人 解放前呢,登人居住在 深山老林,边缘偏僻的地区 以山洞木棚为家 过着刀根火种的生活 以手乐 吃树皮 野果 鸡爪骨 包骨为生 一不遮体 实行的是买卖婚姻 家庭实行的只一夫多妻子 男人当权 相当于复习社会时代 迷信横行 驱轨活动时常发生 由于居住环境恶力 迷信思想严重 登人生活条件低下 大人小孩营养不良 小孩成果里很低 那么现在解放后呢 生活得到了重大的改善 为了使登人能过上 幸福的生活 所以到了1968年呢 政府就开始动员 在深山老林的登人的下山 分配土地 修建下园 改变了过去住的直通长房 又房间又小又黑又暗的 那种轮件面积不到5平米的落后面目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呢 极大地提高了登人的生活水平 现在看来呢 在中国第一 没有邓八族这个民族 只有登人或者叫登人步步 第二 没有网传的那种 一夫多妻子的民族 这就是下差于沙群村 村民委员会所在地 感谢观看